管理协作平台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除了编修新增以外 在更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做修改 比如说我们来管理协作平台的地方 这里 管理协作平台我们把它点起来 好 进到里面来的时候 我们之前叫台湾专题报告 名称你可以改 比如说我再改美丽台湾好了 这个部分就不会把它改完 那针对记得先储存 好 那在共用跟权限这里 之前我们设定过 记不记得 这些人都可以线上同时来做编辑 那还可以针对什么呢 我们可以针对主题来做修改 我们希望我们的部落格比较有点变化 希望我现在点选任知的好了 再来点选储存 好 一储存哦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美丽的台湾专题 包括来看一下我们的版面 就不同了 对不对 然后再改一遍哦 更多的管理协作平台 我再来改一下这个主题 好 我这次想换成这个夕阳的 再来点储存 记得改完以后点选哪里 点选这个就回到我们的协作平台的展示画面 就变成这种风格 所以我们再进到管理协作平台来看一下 这边都可以来做 那这是网址的部分 你就是要告诉别人 下次你要看连结我们的协作平台 请你打这个网址 这sits.google.com斜线sit sit就是网站的意思 加s就是复数码 那后面的台湾030就是我们所做的 是这个 那其他呢 同学带自己试试看 看